mine是使用GPC-4的引擎 我們請他來產生一個 廢局的程式動畫腳本 主題是用SDGS的海洋生態為主題 控制在500字以內 要有新奇的創意 然後用海龜的觀點來敘述 mine給我的回覆 他一開始就幫我直接寫程式的 所以我怕等很久的時間 所以我請他就先終止 然後我跟他說我要的是腳本 不是程式 那麼他就會修正他的做法 所以他就給了我一篇小海龜的腳本 我是小海龜,我住在美麗的海洋裡 我喜歡這裡的一切,有很多我的朋友 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但是他發現 有一些奇怪的東西像水母 但是沒有生命 他會纏住我的頭跟腳 讓我呼吸很困難 你看他充分應用了擬人畫 這個GPC-4非常的聰明 這是什麼呢? 他好像很好玩 讓我試試看 而且不是只有形容 連體感的動作 味覺、嗅覺、身體動覺都會用上去的 所以這個GPC-4真的還蠻高明的 東西好難吃卡在我的嘴裡快救救我 所以他用這個 小海龜在海裡面生活的實際的情境 然後跟人類發出求救的聲音 那因為是動畫 我請他加一些宣導跟物實的具體作為 那麼他就再加了一些東西 加了旁白 所以把那個多少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 對海洋世界的破壞等等 那作為人類 要負起該有的責任 然後 做一些事情來保護海洋生態 他還沒有 還沒有講完 我沒有注意到 我請他給我一個聳動的標題 他一開始誤會了 他可能以為我問他聳動的標題怎麼做 所以他跟我講做法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用這個來訓練學生 怎麼樣去設計一個聳動的標題 那我就請他把上面的故事 綜合上面的故事給出一個聳動的標題 所以他就幫我設計了幾個標題 其實設計還不錯 下一龜眼淚流不停 向人類發出最後求救訊號 那我再請他幫我把 具體宣導的務實做法 做成 順口的宣傳口號 所以他也幫我想了好幾個 其實真的還不錯 那我希望他幫我 寫一個更有感染力的口號 所以他也幫我生產了五個 海洋正在哭泣 你還在使用塑膠袋嗎 塑膠袋不是食物 別讓海洋生物吃下毒藥 海洋是我們共同的家 拒絕塑膠袋從我做起 他會先跟我們講 怎麼去設計這個口號 使用命令句或疑問句 然後具體的數字 比喻引喻擬人 來增加那個說服力 所以他設計的東西很棒 謝謝你的幫助 他還可以 還會很客氣的跟我回覆 然後順便 我想試試他可不可以寫程式 所以我希望在最後面 產生酷炫的字幕動畫 幫我生成程式 所以很顯然的他也懂 他把背景全部變黑 然後新增一個角色 然後把那個大小變成100% 從中間跟下面的地方 來做初始位置 然後把那個口號拉出來 開始做動畫 然後字幕從 他還有打這個 這個是說明 文字說明 程式的說明 註解 他就從那個座標飛出來 然後慢慢的往上飛 然後大小慢慢的增加 然後 後來到位之後呢 改變顏色 去做 切換 然後還順便把那個口號 用 講出來 0.5秒去做切換 所以 真的還不錯 所以如果小朋友在自學的部分 其實可以給他做這樣的一個協助 讓他可以在家裡也能有老師指導 非常的棒 鼓勵大家使用 音響 音響